一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 又拿行动党来开刀 指控火箭只是在利用 巫裔候选人捞取穆斯林选票 行动党巫裔候选人就回向哈迪 根本是废话连篇 因为派巫裔候选人上阵马来选区 不止合情合理 更是勇敢之举 评论员则认为 火箭需要一个强大又有说服力的 马来政党伙伴 消除长期背负的负面影响 火箭在这一届大选 继续派出巫裔候选人 到马来人为主的混合区开荒首土 看在一党主席哈迪阿旺言里 这些候选人都被利用了 突然被点名 两名候选人否认被当成拉票工具 攻打巫统强区一例的候选人 阿莫·塔米兹大战行动党 是敢于突破 才深入马来区 德兵丁一区州习候选人 阿多阿兹巴里 则直批哈迪一派无言 他坦言以行动党旗帜上阵 会被巫统 一党或土团党的忠实支持者排斥 无论怎么样 都不会有稳稳收割选票的必胜捷径 sebagai seorang ahli politik Tan Sri Hadi Awang tidak harusnya memperbodoh atau memandang rendah keupayaan ataupun kecerdekan pengundi baik Melayu atau Cina atau siapa saja DAP menghormati orang Melayu DAP bukan nak memperkudakan orang Melayu bukan nak menipu orang Melayu sedangkan di sini barisan nasional sebagai contoh kawasan ini kawasan Melayu dia letak calon MCA calon Cina jadi siapa yang menggunakan siapa apabila DAP mula mencari ataupun meletakkan calon-calon Melayu di kawasan-kawasan Melayu ini perkara biasa di dalam parti politik dan kita melihat ia satu perkembangan yang hebat buat masa ini apabila DAP berani untuk meletakkan calon Melayu karena DAP boleh disertai oleh mana-mana bangsa 像是阿都阿兹巴里攻打的 德兵丁一周席 是个巫裔选民居多的混合区 那对于哈迪的说法 这里的选民呢 是抱持不同的立场 那有的认为 火箭确实需要委派巫裔候选人 来吸引更多穆斯林支持 那有的选民则是认为 现在不该再以肤色 来左右投票决策 而是要看候选人的办事能力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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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力工作 为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所以我认为了 我们都不得了 在美国的地方 在美国的地方 也认为了 所以我认为了 是不得了 但如果 我认为了 DAP 他们都要 有加密合医 他们有加密合医 完全支持 在كل辉的 中心 而时事评论院 兰志锋认为 火箭一直想klon化 单一种族色彩 当中的努力不能否定 但这对争取 马来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依然不足够 这是因为火箭长期以来都被敌对党 标签为反马来人 反伊斯兰 而火箭在2008年以后 接触无意社区的力度才明显加强 累计下来的印象不是单靠一己之力 一时三刻就可以消除的 需要的是一个马来伙伴 1999年的平正有一党 2008年的明年有一党 2018年的西蒙有一党 这一期我们可以看到 行动党他必须要有强大的马来伙伴 才能够帮他进行更有效的反宣传的动作 来到2022年的时候 行动党他就缺乏了强而有力的马来政党 虽然公正党能够扮演这个角色 但是公正党在部分的马来选民当中 也被标签为说 这个公正党其实是行动党的傀儡 没有办法真正捍卫马来人的权益 伊斯兰的权益觉得 他至少需要两届以上的大选 才能够让马来社会了解行动党 是了解而不是去支持 或者是把票投给他 蓝志峰表示乡区以及部分城乡马来选民 不只是火箭 更是整个西盟的软肋 除了要打破火箭和马来社会的隔阂 另一个可以寄望 但却又被动的 是城市化的步伐必须要加快 因为当更多马来选民迁移到城市 面对城市议题的时候 他们便会意识到经济政策和良好市政在内的课题 其实是比种族宗教议题来得更加严峻 但这些都需要时间慢慢成型 阿德空间 鱼卫健 张雨林 霹雳以宝宝岛 厂一颗以宝因为 区域健 谈去 同学院 市场满面 可遇小冬 学院 诸费 联系 联系 学院 凯莫 展石 学院 联系 学院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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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 识敬 学院 识学院